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《科幻真剑》,我是爱你们的迷妹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非常爆笑的电影《死士》,幻老小剑剑正在追逐自己的仇敌,变种人弗朗西,因为她把自己改造成了现在这个丑样,不过,两年前的剑剑可不是这样的,那时候她还是个帅气的小伙子兼前置拿手,每天的任务就是拿人钱财,替人消灾, 然后在日复一日无聊的日子里,遇到了一个真命天女,两个人一派集合,干柴烈火,最后走入婚姻的殿堂,一辈子就会这么过去了,但是剑剑是个不平凡的人,她刚刚求完婚就发现自己已经进入癌症晚期,已经决定等死的她,在某一个不平凡的一天被招募进了一个组织,招募人声称能治愈她的癌症,并且让她拥有所有人都羡慕的能力,成为一个超级英雄, 再三的考虑后,剑剑决决定仪式,她很快就被运进了一个黑心作坊,弗朗西是这里的操刀手,她给剑剑注射了一种突变基因血清,身上腺素是血清的催化剂,所以,他们要不停地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折磨刺激剑剑,如果剑剑走运的话,突变基因会被激活,她就会成为一个具有超能力的变种人, 不过,具体变成什么样子都是因人而已,如果剑剑不走运的话,她就会被一直折磨到死,在缺氧的刺激下,渐渐成功突变,从帅气的型男变成了一个丑陋的怪物,机智的她炸掉了黑心作坊,准备逃跑,临走之前还不忘干掉弗朗西斯,但是,弗朗西斯却说,只有她能够治好剑剑的丑脸, 于是,剑剑犹豫了,弗朗西斯则趁她不备,将钢筋捅进了她的身体,然后潇洒地离开了,她不知道的是,剑剑因为金突变,成了不死之身,丑剑剑不敢回到心爱的问婚妻身边,怕自己给她的生活带去更多痛苦,曾经的好兄弟则劝她,给自己著作一身战衣,在同居虾奶奶的启发下,她将战衣做成了红色,这样,即使自己流血或者杀人的时候被剑刀血, 都没人看得出来,真是懒人福音,然后剑剑便开始四处暴力寻找弗朗西斯,想让她治好自己的丑脸,这样就可以追回未婚妻,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,不过被追的弗朗西斯可不这么想,她想要除掉这个跟皮虫,于是她找到了剑剑好兄弟的酒吧,看到了曾经的摔剑剑和女朋友的合照,这下麻烦了,爱人被弗朗西斯绑架了,剑剑立马搞了一大包武器,准备去救她, 然后把武器全都落在了出租车上,在和弗朗西斯的一番激情缠斗过后,弗朗西斯被剑剑压在了身下,剑剑让她把自己的脸治好,她却说根本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治愈,于是剑剑一枪崩了她,你有短暂的适应后,也接受了剑剑的这张丑脸,毕竟没有什么能比爱更重要,注意剑剑为什么叫剑剑, 只有看了卫山剑的原片,你才能懂,好了,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,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,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,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,下期见啦!